遭遇西南气流及瞬机强风影响 不明原因最短 接过通报后 立即派前马公分队 消防车及救护车前往抢救 现场消防车鸣笛作响 消防人员拿出水柱直冲模拟飞机 大批模拟乘客身上画着假伤 配合演习动线 彭武以空难为主轴 如火如荼的进行大规模灾害 救灾动员演练 只是当地民众不知道在演练 却被这封简讯吓得惊慌失措 连续的警报狂响 不少民众冲到现场 因为上头写着一架飞机坠毁 造成大量伤亡 讯息最后看到几个字 才发现居然指示测试 我只觉得莫名其妙 以今天还在澎湖的旅客 明天要搭飞机 后天要搭飞机的旅客 那他今天收到这个讯息之后 难道他的心理压力不会又增加吗 如果国家级警报呢 要发这个测试的内容呢 那我觉得测试内容 这四个字应该要写在前面 而不是写在最后面 不管你怎么搞 也不能不要搞这种讯息啊 澎湖民众也纷纷傻眼 只是演练而已 网络社团议论纷纷 有必要发到国家级讯息吗 不少网友也认为 简讯内容实在太夸张 真的是吓死抱抱 之后真的出事也没人在乎 因为澎湖过去曾发生极其重大空难 这次又以空难后的救伤为主轴 简讯引起误会 更吓坏不少无辜民众 没事也被笑到出事 记者澎湖综合报导